你看那個萬國法律事務所 這個一亮相這個招牌 哇這個招牌可雪亮了 這一插出去 每個人都悶不吭 都不講話啦 你看現在很多很多的上節目名嘴 包括我們盛美姐 講話也慢慢的比較小心了一點點 對不對 我們最近比較講話小心 是因為這個萬國法律事務所 這個盛美姐從來沒有在怕這個 我講話一向很小 他的先生 徐若瑄的先生幫他發聲明的時候 大家發現字體最大的 最陡大的就是萬國法律事務所 大家都知道這個我們現在的 國安會的秘書長顧麗雄 現在國安的高層 他曾經是萬國的律事事務所 那我們看到說算是頂尖的 他們亮出這個頂尖的事務所出來 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律師很厲害的 所以你們接下來在說三道四的 要想想要背後要負責責任 對 其實像你講的一樣說 這萬國法律事務所 你看他的上面字句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說 你在誹謗我 我要對你提告這樣的字眼 因為這樣的字眼 其實對媒體 對就是在眾的社會人士 來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是會比較尖酸刻薄的 但是你看那個萬國法律事務所 這個一亮相這個招牌 這個招牌可血亮了 這一插出去 每個人都悶不吭 都不講話了 你看現在很多很多的上節目名嘴 包括我們盛美姐 講話也慢慢的 比較小心了一點點對不對 我們最近比較講話小心 是因為這個萬國法律事務所 盛美姐從來沒有在怕這個的吧 我講話一向很小心 對 但是我說這樣 我看到的東西的時候 我小心很多 因為... 你不能挑律師講話 可是律師厲不厲害 確實會讓人家比較卻步一點 就是恐懼感的大小是不是 對... 所以我說他這個祖賀的功能 是有做到的 就是這個時候他老公 在他發出第三的那個... 第三室的那個聲明稿的時候 發出了這個律師信 我覺得是非常有功用的 嗯... 那學長我想請教一下 你怎麼看喔 就是我們現在看律師事務所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想到 其實就是顧力雄 這個事情發展到這樣子 你怎麼看 到最後變成好像是這個高手之間 在司法 在法律層面在過招 沒有看到什麼高手 都是一些胡搞下搞 這裡面沒有高手 你不怕耶 怕什麼 高手低手 高不高手 就不要來上電視 怕什麼 小葛在友台講那個花名冊 因為要做我跑二十幾年 大家看聖明也是跑三十幾年 他是我學姊 學長你才跑二十幾年 他三十幾年 他比我還久 但是看不出來 我以為他跑...才跑幾年 他是我學弟 他是我徒弟 我跟你講 這個要做...我跟你講 這個小葛在友台講的花名冊 我從來沒看過 從來沒看過 如果說這個... 他們之前跟派 如果真的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因為王庭永這件事情 能夠曝光 讓我第一次看到全台灣的 第一本花名冊 我很高興耶 我想看看裡面有誰啊 因為江湖的傳言 這個非常的多 剛剛盛美姐講的重點是說 李敬年他從來都不去提 徐若萱這三個字 那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那為什麼徐若萱一直發聲明 從來都沒有提到你啊 那不就是你自己對他入座嗎 有任何他的五千字裡面 或是他昨天的新聞 哪一次寫過徐若萱三個字 沒有啊 然後他自己講說 我這樣不出來都不行了 我不太懂 因為要說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認識一個女性的朋友 他有一個交往中的男友 然後這個女性的朋友呢 他打電話給我或是來我說 欸這個半夜兩點打來 就誤文哥你來陪我睡覺 你不是有男友 你叫我去陪你睡覺 不管這個女生多麼的美 學長你是舉例還是真實發聲 舉例 要注意聽 我說這個女生 不管他多麼的美 或是多麼的有錢 嚇到 我會跟這個 我們真的都嚇到了 以為你在講 我前面有講 你要注意聽嘛 對 我再講一遍 就有一個女生 他有男朋友 跟他交往 然後這個女生 半夜兩點打電話給我 或LINE我說 叫我去陪他睡覺 我說這個女生 不管他多麼的有錢 或是多麼的漂亮 我都不會去見他 我也不會跟他來往 甚至嫁給他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 媒體 媒體工程這個東西 他一定是個雙面刃 你不要以為說 我找了很多高手 咱來在操作 來玩媒體什麼 玩媒體沒有人成功過的 我講的就是李靜的 因為要說 因為我們前陣子 不是在談高家瑜 高家瑜的事情 高家瑜 在這個家暴的過程裡面 他是被害人 那我們更早之前 講一個被害人叫洪池庸 要說我們之前 都討論過洪池庸 你現在回過頭 來看洪池庸 當然在洪池庸 這事情 他是單純的被害人 那高家瑜也好 因為林秉書 剛剛這個聲明講說 王立宏他會解除隔離 林秉書中有一天會交保 高家瑜真的是 很單純的被害人 包括李靜蕾 我覺得這個大家 因為在情緒上頭 老百姓的這個 第一個是我們很同情 他們怎麼嫁給一個渣男 王立宏的形象這麼好 歌又好聽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你一定會去同情李靜蕾 可是要說他在做這些操作的時候 我想請問 剛剛盛美姐講的 我很認同 他一句 他昨天一句道歉說 被我影響到的 我很抱歉 就拿徐若萱來講 他受到的影響 他老公受到的這種莫名其妙 如果你要戴這個全臺灣最大的綠帽子 這樣子 你一句道歉夠嗎 我不是講錢 我說你這段時間給人家的煎熬 給人家的傷害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我們不要再談了 為什麼 所以某個程度 李靜蕾他是檢察官 但是法官 甚至要說 我覺得某個程度 他是queen 在這場全國媒體公司裡面 他就是女王 我說你怎樣 你就怎樣 我說你怎樣 我說停就停 為什麼 為什麼 誰給你這個權利 所以你是被害人 在在這個這個王立雄的 這個出軌的事情 你是被害人 可是我覺得在媒體上面 要嘛你就把他講清楚 要嘛還有一種可能 我順便姐 我也不是說要引戰 小鬼我的意思說 要嘛你今天李靜蕾就是說 我把已婚人妻 違規聚會 這個話我把他吞回去 那就算了 因為唯一能夠就把徐若萱 從這個泥道裡面救出來的 只有李靜蕾 不然你把這段吞回去說 這段我自律欠舟 我把這段收回 我不要想 那這樣大家就不要再吵了 不然的話你光是這樣的一個聲明 我覺得是不夠的 我剛剛學長特別講到Vivian 為什麼要發三個聲明 據我所知是因為有些廠商 可能跟他們不斷的施壓 跟接觸說 你如果再不釐清的話 我們可能要進一步的法律動作 所以被迫的一直發聲明 其實三個聲明 內容都大同小異 要做有釐清嗎 沒有 直到老公這一子聲明出來 有釐清嗎 我覺得至少有 相對啦 相對總比他的聲明有用一點啦